好的 歡迎回來月世界 那我們回到這個少女回戰 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是這個女兒節部分 然後有新的活動 以及這次新推出的角色畫陀的部分 那女兒節的話呢 在前面的話有答題部分 這樣子我們來看一下答題 到時候我會把那個題目呢 放在題目跟大家放在下方 資訊欄下方跟各位做參考 像 這好像上次有了耶 但我有忘記了 我記得好像是熊星 熊星不知道是什麼 還是熊懷我忘記 熊懷 然後熊星 沒關係我們猜比較可能不是答案好了 我猜是熊星啦 然後如果不是熊星的話就是熊懷 是熊星耶 猜對了 好 所以答案是熊星 這我知道 這是克蘇 克蘇魯 但我們要猜錯一點 因為我要多累積一點那個 那個 那個 問 問題這樣子 換夢境 換夢境 我確定是克蘇魯啦 不會錯 然後我們就猜 在 黃衣之王好了 對你看是錯的 打滾好 這樣比較知道後面什麼是那個 阿不然我們稍微的把它擺後面一點 讓答案對齊好了 稍微後面點好這樣子 有些題目很長 怕有些題目很長 在縣世為什麼阿宇變不回向宇宙嘟嘟 我記得好像是一半十五 我也忘記了 怕打不過 應該不會怕打不過 應該是一半十五 所以我們差一怕打不過 所以是一半十五 後面點好了 那再拉後面點 這樣統一一點 到時候複製鐵傷 比較好複製鐵傷 好在的話 阿都 我記得是高中生 絕對不會是Youtuber 有六天 所以的話 每天六十 所以我可以錯二十體 穿越到 縣世 的身份 是 什麼 這個 往後推格 高中生 應該不是Youtuber 對Youtuber 對Youtuber是錯的 然後 黃承燕為什麼要拯救陸遜 燕答錯了 就入訊 就入訊 有些或許可以去那個啦 去Google 查 或許會準一點 於心不忍 有些 恢復聯盟 我覺得 我覺得是餘心不忍 我們猜餘心不忍 好了 沒錯耶 結果是恢復聯盟 哈哈 嘟嘟 中暑後被送到什麼醫院 我記得好像是寵物醫院 正規醫院 應該是寵物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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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定三行 的三行 是指 司馬興 懂義嗎 義吧 我記得好像是書餃 這個字要怎麼打 而且我 黑衣好爛啊 是吧 啊 義語 既然沒有的話我們可以這樣子 我記得有 應該是對的啊 義語 沒有那我們就 義語 義語拼義 打臉應該是他可以拼 他可以那個 義語怎麼唸應該不會是這個 對啊 義啊為什麼 Q法 難道是我的這個 眼拙 他可以再下一頁啦 呼二 看誰 這個我就真的不知道是乾嗎 啊散啊應該是散吧 是嗎 中文真的很差耶 好煩喔 應該是吧 然後真的是乾嗎 左腹右翼 乾翼 我再念我再一支便宜 乾翼怎麼唸 不是這個乾 不是這個乾 哎呀 我以為他會很聰明的幫我辨識一下 乾這怎麼啃 韓喔 哇韓耶 原來是韓 髒韓 欸 欸 欸真的 吃韓 有時候那個拼音不會拼 我可以問一下 拜神一下 再記得要知道 怎麼拆自首 張腳 應該是這個啦 對啊你看是他 然後孫全的愛好是什麼 我記得好像是撒嬌 衰全 拼音不好 鬛 context 杀拳 欸 阿還是我那個 acquis Parliament 笑 direction 射狐 我覺得不會是射狐 應該是撒嬌 啊 錯了 是射狐 射什麼老虎啊 天啊 好 再來我還有2T 在異世界 孫上香 這個AI 這不是AI 這字 對於 雖然討厭 當然很喜歡蒸籠 欸 蒸籠 喜歡 我覺得應該是A啦 對啊 喜歡 誰路過 財商 救了周泰 應該 應該 畫陀 可能是畫陀喔 但是我覺得董鳳 董鳳這個也要有機會 畫陀 好 這是今天目前的實題部分 如果說有其他月有呢 有其他題目的話也歡迎呢 可能在那個留言板下面留言分享一下你遇到的題目以及答案這樣子喔 那你也可以去參考一下月世界之前的那個影片部分 我記得好像有一個也是有問 也是有題目的 他跟他的題目要有點像 欸 不是這個 欸 是哪一個啊 這個嗎 哪一個 看一下影片 這個元宵燈明 元宵燈明 元宵燈明裡面好像跟他題目有點類似 你也可以在這裡去做參考這樣子 你可以去到 上女回站的元宵燈明這一 這支影片呢去看下面的這個答案 有一點點 有些東西好像有點重複這樣子 好 然後再來的話我們就來介紹一下協力部分 協力的話其實就是登錄可以領獎勵部分 那原則上 你答題之後就可以拿到這個 這個桃花幣 然後桃花幣則是可以在這個我們兌換商店裡面做兌換 那你同時也可以 透過登錄的方式去拿到桃花幣 那兌換的話我覺得 原則上來說的話 你可以選擇 嗯 我覺得 如果你元宵購的話 其實大概七千可以 五 五十抽我覺得也不錯 因為你看喔 我們 這個的話 假設原本你不要 不要怎麼算的話 一抽是 五十抽的話就 一九五零 乘以五 大概就要九千七百五十喔 所以原則上 對你來說的話 你可以直接在商店購買的話 你想抽 畫陀的人 我覺得這個 六九九九 就還蠻划算的 畢竟 他可以幫你省一些錢出來 至少直接就省掉了 蠻多錢的喔 所以我覺得啦 基本上畫陀是一隻必抽的角色的話 我會真心的推薦 玩家一定要先把這個 六九九九的部分給 發起來 畢竟你 對你來說 所以原則上不太可能 不花圓寶 就可以把畫陀給抽到 除非說 你要每一次都透過抽卡方式 讓他 比方說他可能 假設活動七天好了 然後每次抽完 還有三抽 你就抽那六百 讓他保底 直接拿到五個碎片 但你五個要積滿 一百八十個 也要耗費非常多時間 而且每一次 卡池回來 再重抽 請問之下 時間點不知道什麼時候 所以原則上 我覺得 對換刀券這個東西 倒是可以把它給 換 直接把它買起來 會比較好一點 那其他對換券的話 我覺得就看你自己 你本身的那個 原則上對 有無課玩家來說的話 如果說你沒有太多的 你有其他的想要兌換的話 就不太需要去換這個 我覺得有必要換的是千止賀 因為千止賀 第一 他必須要耗費很長的時間 等到每一個月子 能拿到五個 所以說 當你想要去 拿到更多角色 在泡湯裡面的話 我覺得千止賀 是在每一次活動裡面 有出現的話 可以去把它換起來 然後 這次我覺得蠻推薦 我心目中想要的 應該是這個 錦衣滑鼓部分 因為 他 又可以幫嘟嘟給裝扮 然後又可以去增加一些 基礎屬性部分 所以說 這件 必須要把它給換起來 然後 再來的話 是 看一下有沒有 最近都沒有開放那種 寶箱裡面是可以放那個 換武將的 然後再來的話 我覺得這個 增加 對於 再練 增田 或者是你 主打 趙雲的角色的 玩家的話 其實這個寶物也蠻適合 去把它 把它給做兌換的 然後再來的話 哇 這個就還好 這個就還好 這個也還好 這個也還好 那如果說之前沒有獲得這個動作的玩家 畢竟他可以在那個 世界體區三個 其實 其實因為後面你會發現 有些角色開始都是三個小時 因為 最前面來說的話 有些人偶是大概八個 八個小時才能去收取一次 這個 工作部分 那比較後面來說的話 開始有五個小時 甚至三個小時 所以說 對於無課玩家來說的話呢 例如說你想要在那個 呃 在你這裡 然後在庭院 你在這個 時間中速這裡的話 想要在世界體區 去拿到更多資源的話 我覺得你 勢必是要多拿一些 呃 工作三個小時 就可以拿到這個 資源的角色 會是比較好的 因為他可以幫你拿到更多 大量的這個 呃 資源出來這樣子 然後 再來的話 我覺得 我就用這個好了 嗯 好 你看我今天要 其實累積蠻多隻 三個小時的 呃 人偶 我就可以去把它放下去 做工作 然後可以拿到一些資源出來 讓我做利用這樣子 所以這一隻角色的話 我覺得 這隻人偶 我覺得也可以推薦各位 把他拿起來 這個動作部分 畢竟他工作三個小時 就可以拿到這個效益出來 而且你去收集蟲的時候 有機會拿到兩倍蟲 你要看他特殊技能應用在哪裡 然後去做應用這樣子 然後再來的話 哇 這是大皇帝孫泉耶 這大皇帝孫泉 我們看看他的技能部分 他會為最低的隊友回血 80%的攻擊力部分 而且有機會暴擊回血 然後 會讓 隨機六名隊友呢 進入所謂的密室之音部分 密室之音他會提升攻擊力 而且特別在武器的主屬性部分 所以說 他在使用主攻攻 技能攻擊的時候 或者是普攻的時候呢 他自身的主要屬性 比方說他可能主敏 或者是主力量的角色呢 只要高於對方屬性的話 他傷害直接立即提升50% 他算是一隻可以增傷的角色 那就變成說 你是不是有把握 可以在你的特殊角色裡面的 主要屬性裡面呢 強化到比對方還要強 情況之下呢 他在這個 不管在競技場 或者是跨幅的PVP裡面 龍脈真的都在 甚至 他傷害效果都會失措翻倍 然後而且他還有一個吸收傷害部分 這一隻角色看起來也是蠻強 而且他可以去選擇 自身或除自身以外的一個武將呢 去清除 他的那個所有全身上下的不良狀態出來 並且 直接獲得四枚落鷹喔 我覺得這個蠻強勢的 然後比較可惜的是 他是生命值最高的武將 就變成說 他 比較難以去跟 我覺得當下比較難以跟那個 所謂的 我們的那個叫什麼 爾信田去匹配 假設你看今天如果信田是 他如果說是針對 爾生命值最低的角色 直接給他四枚落鷹的話 那 他跟真田就是無敵匹配 因為真田是 他會被打死 然後起來會 起來之後 他會 血量會少一點 那他血量如果少一點的話 就變成說 我有機會把這技能 否給我們的那個真田 那真田一出手的話 又有機會帶走對方 然後 又可以持續強化自己的那個 那個 那個獲得 BUFF的那個回合數出來 我覺得這個就會非常非常的強勢喔 那其他的話 我覺得就還好 這裡的話 他在場的時候 敵方的那個物理抗性 跟法術抗性 可以直接降四十趴 他比起孫全來說 孫全算是一隻 類似像扛傷腳 或者是把 原本 那個 把整個那個 技能給 做回血這樣子喔 那他除了說 其實他 我覺得他也有跟孫全做互打 一個呢可以 一個 他其實大皇帝孫全 又可以真功 然後又有機會去 像破綁對方 跟那個 降低對方物理跟法術抗性部分 我覺得 他跟孫全的並進 並不是不行 並不是不行喔 所以說 有機會拿到大皇帝孫全的話 我覺得 在未來還是有一點點 這個 帶有可為這樣子喔 然後 其他的話 就還好 當然你如果說 你有缺三星的這個 英魂寶箱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換 那對於 無課玩家來說的話 基礎上 你能換 我 基本上 如果說 像我已經換到蠻多隻人偶的話 我會比較推薦 因為現在我缺衣服 我就玩了 要玩得爽 所以說 我還是希望去看到 這個我們家的兔兔 可以去換一些變裝的部分 那我就會 基於這樣的 這個想法 去換這一套裝備 這樣子出來給我們的 兔兔做換裝這樣子 然後再來的話 講一下畫陀的部分 畫陀 他 我覺得 在 劉備跟孫全之後 他算是一隻非常強勢的 補助型角色 而且 又略帶 一點 很多那種 怎麼說 我們來看一下技能部分好 他會為 那個 生命值最低的一個 那個隊友 回復80%的部分 然後有機會做暴擊 這跟剛剛那個 大王帝孫全滿像 那靈蘇九珍的部分的話呢 他會對於隨機敵方 我方的那個 不是敵方 我方的那個角色呢 使目標進入所謂的 豪爭風穴的部分 持續四個回合 那回復目標 140%人的攻擊力 的生命值部分 甚至有機會 爆擊回血 而且還有 如果說他成功清除 不良狀態的話呢 這個回復 必定會 會清一擊 就直接爆擊回血就對了 那 豪爭回 風穴的部分的話呢 他會直接讓他 我方的那個 康傷的能力呢 直接 傷害承受 降低20% 然後提高攻擊力部分5% 然後 不回復這個所謂HP部分 然後 溢出的那個HP呢 不包括自身吸收HP喔 提升攻擊力不會超過 那個 化頭攻擊力面板的100% 那今天就變說 我如何去提升化頭 本身基礎攻擊力 來去讓我的回血 回得更多一點喔 我覺得這個也蠻 不錯的 蠻不錯的 然後再來的話 九攻八峰部分的話 他選擇不良 最多的一個幾方喔 清楚 直接清楚他的 全身上下的 不舒服狀態啊 不良狀態 然後呢 會回復他的四眉若鷹 我覺得這個跟剛剛那個 大 大皇帝孫泉也蠻像 直接回復他四眉若鷹 只是可惜的是說 到底要怎樣才可以是 最多不良狀態 而且是直接可以 否在我們的 那個主要輸出角色的話 他有一點 嗯 不是固定的喔 所以說 變成說他 不一定可以直接 把這個加乘效果 放在我們那個 最好的那個出來 那固守呢 他會 承受傷害會 減少50%喔 然後傷害反彈會提高50% 那你就要搭配 比較適當的英魂 不要說反流行英魂裡面的狀態是可以直接反彈 傷害反彈的 我覺得這個就可以去做一個 復補的作用出來喔 然後再來的話 人數部分 你看他呢 他可以去自身的那個 呃 傷害呢 承受度降低30% 導致重傷之後自身會直接回光反照 不是回光而已喔 回光呢 會讓自己的血量不會低於1以下 這是比較少 補助型角色 又是扛傷型角色呢 會讓自己 除在一個不死狀態之下 我覺得 這個也是這一次 為什麼覺得說話頭很強勢 而且是 比較需要去抽他的 原因出來喔 那 再來的話 異觸的傷害會 會去累計喔 就是說今天他不會被打死 而且 被打 就是打出來呢 對方打出來的傷害 還會累計出來這樣子喔 然後呢 回復生命值的那個效果的時候呢 會直接 有異傷效果出來 當這個回光狀態結束之後 本身的那個異觸傷害呢 如果沒有異觸的話 回光的狀態就會解除 如果說本身有異觸傷害的話 則此自身的進入重傷狀態這樣子喔 然後不良狀態不會被清除掉 我覺得 對於 目前來說 所有玩家會開始處於在 我本身有 兩打兩輔 那我開始會有三打三輔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考慮說 我到底要練哪幾隻角色呢 包括說輸出 包括說防禦 包括說輔助的角色 那我覺得這一次 話頭的出現 算是一隻呢 比較必備的角色 而且他有 我覺得還蠻有機會 直接跟 孫泉也好 孫泉其實也是扛傷角色 去幫整個 而傷害做一個 往下 架疊的動作出來 然後再來的話 這邊 我覺得比較妙的是 這個是 當他在場的時候 起方做話頭以外 會主動施展一個 主動技能出來 或者普攻技 輸出的時候呢 普攻的時候呢 回復武將跟 回復武將 那個 回復武將跟 話頭30%的這個 生命值出來 而且有機會做 會心一擊 那 剛剛的那個 豪針風穴呢 他又會把 防禦力給提升60% 那 冥士追魂的 冥土 我不是冥土 冥土追魂部分的話呢 他自身只要損失18%的 這個生命值 就直接可以獲得 一個落雲出來 那進入 陰式狀態 就直接清除 自身全部的 不良狀態 那在這個陰式狀態之下 自己的攻擊力 可以提升70% 防禦100%的提升 然後可以直接 持續三個回合 這個是不會被疊加 或者是清除部分 所以說 呃 對於 畫圖來說的話 他真的是一隻 蠻硬的角色 那我覺得 嗯 他會算是一隻 假設你本身現在沒有 孫全 或者是沒有劉備的話 他就會變得非常必要 出現的角色 那我會覺得說 即便你有劉備 或者有孫全 那你要開始思考說 在 假設你沒有一隻非常強勢角色 比方說像是 目前強勢的真田 或者是說 比較強勢的 神鬼呂布 或者是說 剛出的猛獸張飛的話 這幾隻角色都蠻非常的驚人 那如果說你沒有一隻比較好 我覺得要很多隻扛三角去扛 才有機會 我心目的過程是說 趙雲搭配這個所謂的 第一 可以配銀正 然後配孫全 然後再加上那個 畫圖 以及我們的那個 嗯 那叫什麼 是白居易嗎 我忘記了 白居易吧 白居易的天象也可以去 技能也可以跑出來 然後畫圖的技能也可以跑出來 的情況下 再來去對付真田 或者是對付神鬼呂布 看有沒有機會可以 魔死對方這樣子 那 這一次的這個畫圖角色呢 直接出UR加 我覺得是 可以把它給抽出來的角色 如果說你剛才提到 就是說你沒有 劉備跟孫全的情況之下 那甚至說 即便你有了 我覺得 在目前卡茨來說的話 呃 畫圖也是一隻蠻值得抽的角色 目前卡茨來說的話 並沒有一隻特別一定要抽的角色 除了畫圖之外 除了畫圖之外 所以說 這一次這一集呢 除了說跟各位分享一下 呃問題以外 然後 新的活動 可以兌換什麼 呃 商品之外 那我覺得 呃卡茨部分的話 也順便跟各位做個分享 真的 那以上是目前呢 呂卡茨界 想跟各位做分享 有關於這一次的活動部分 喜歡影片的人 不要忘了就幫呂卡茨 影片點讚 還沒訂閱中朋友 幫呂卡茨界訂閱起來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拜拜